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真正堪称满城汉墓绝世珍品的灯具却是出土于刘胜妻子窦碗墓中的长信宫灯 长信宫灯的造型是一位跪地直灯的年轻宫女 它高48厘米 通体流金 闪耀着高贵优雅的迷人气质 然而长信宫灯出土时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这里就是窦碗墓的主室 长信宫灯便是在这里发现的 1968年 当专家们打开主室的石门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盏散落在地上的长信宫灯 窦碗墓从未被盗过 古墓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使得长信宫灯被砸成这样 经过观察 专家发现 窦碗墓主室的顶部为两坡室 由八块较大的石板架设而成 结构并不十分牢固 发现时 室顶的东半部已经塌落 原本被放置在基岸上的长信宫灯 就是由于主室顶部石板的塌落被震倒 并由基岸上摔到了地上 致使宫女头部 灯盘 灯罩等构建脱离 散落在附近的地面上 在这场劫难中 长信宫灯灯盘上的两片 弧形平板 灯罩都被摔得变了形 后来经过专家的精心修复 才得以重新安置到灯盘上 修复了原貌 焕发了新的生机 长信宫灯最令人惊叹和赞美的 就是它别致精美的艺术造型 长信宫灯的造型属于人物行灯 宫女跪坐持灯的形象 是汉代宫女生活的真实写照 宫女头上书记 戴头巾 身穿广袖长衫 动作自然优美 面目端庄清秀 头略向前倾斜 目光专注 神情疲惫而小心翼翼 表现出一个下层年轻宫女 所特有的神态 长信宫灯的造型 一改以往青铜器皿的神秘厚重 显得轻巧华丽 优雅迷人 是罕见的中国汉代青铜艺术珍品 更奇妙的是 此灯的设计极为精巧 宫女左手持灯盘 灯盘中心有一个竹签 灯盘上附有短顶 可以来回转动 灯盘上面的两片弧形平板 也可以推动开合 不仅可以挡风 还可以调节灯光的亮度和照射的方向 类似今天台灯的功用 令人惊讶的是 长信宫灯还能够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 具有实用和科学的环保功能 长信宫灯出土时 灯罩上方仍残留有少量蜡状物体 经检测 灯内燃烧的物质是动物脂肪 以动物油脂作为照明燃料 虽然实现了照明功能 但烟尘较大 一些没有完全燃烧的碳力 和燃烧后的灰烬 往往是室内空气污浊 烟雾弥漫 那么 汉代人是如何解决 居士的污染问题呢 长信宫灯美 世代永流传 国宝档案与您共赏长信宫灯 原来奥妙就在宫女的袖子里 宫女身体中空右臂上局 下垂的衣袖照于铜灯顶部 形成铜灯的灯罩 燃烧的烟尘 便通过宫女右臂的衣袖 进入宫女体内 宫女下部底层设有水盘 烟尘通过底层水盘 紧过滤后 去掉烟尘中的尘埃和异味 排出比较干净的烟雾 从而减轻了对室内环境的污染 避免熏黑房屋内的墙壁和器物 现在看来 这样的设计类似今天的烟道 但在两千多年前 这实在堪称最先进的发明创造 说明中国早在西汉 就已经着手于居住环境空气污染的治理了 有趣的是 像长性宫灯这样具有环保功能的汉代灯具 还有很多 如江苏省甘泉乡出土的汉代错银式铜牛灯 牛背上的灯杆同样设有灯罩 燃烧后的烟尘通过灯罩上的烟筒 从牛头顶部进入牛腹 牛腹中空可以除水过滤烟尘 山西省平硕县出土的西汉燕鱼铜灯 烟尘可以通过鱼和燕井进入燕腹 燕腹中空同样可以除水过滤烟尘 这盏与长性宫灯一起出土于满城汉墓的戴照铜灯 以及广西河浦旺牛岭出土的凤形铜灯 也都具有除水过滤烟尘的功能 专家认为 如此众多的汉代环保灯具 说明利用清水净化烟尘的科学思想 在中国西汉时期已经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环保灯具已经非常盛行 满城汉墓出土的长性宫灯 将艺术性和实用性 科学性完美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是中国古代灯具的艺术珍品 因此被人们赞誉为中华第一灯 长性宫灯珍贵的地方 还在于它上面的名文 为人们记录了长性宫灯的绅士之谜 长性宫灯灯座 灯盘 灯罩平板 以及宫里右臂和衣角等九处 都刻有名文 共六十五字 如上灯座底周边 刻长性上域等字 外侧刻阳性加等字 这些名文除了记录灯具的容量 重量 铸造时间 还记录了灯具的用途和归属 如上域 指明这是一展专门用于洗域的灯具 而长性和阳性加等字样 则标明了灯的主人 那名文中的阳性加是谁 长性宫灯和阳性加又有什么关系呢 看上去 这些名文不像是出自一人之手 阳性加叫工整 而长性上域则潦草 不像是一次完成 可能是由多人多次刻上去的 专家推测 长性宫灯曾几经辗转 最后才落到了豆丸手中 那么长性宫灯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 它是怎样的绅士之谜呢